啊 起来了 啊 好冷 好了 坐下 然后我们起床吧 做出精神的一天啊 下雨来了 昨晚 哇 太冷了 现在 出去吧 大家好 我是乐兰兴 昨天晚上我就在这个亭子这边扎雨 说起 说起这个亭子也找得 走太隐蔽了 还好自己比较幸运找到一个 不然昨晚一下雨的话呢就被淋湿了 这是一个在乡村 那边是国道 然后这是一个乡村吧 然后这是乡村里面 树林里面的一个公园 现在还在修建的 没想到这么隐蔽 都被我找到了 哈哈 好了 小黑 过来吃早餐 来 吃早餐 过来吃早餐 过来吃早餐 早黑 吃早餐 吃早餐 吃早餐就出发了 好了 收拾好行李了 继续骑车往零下走 距离离家有七十公里吧 大概骑个两三天就可以到了 今天浪浪小黑 状态也是很不错 反正都是吃饱喝住睡足了 继续走吧 怎么了 有意见吗 蛤 嗯 这么看着我们 有意见吗 很多人觉得骑行 可能会很辛苦 但是 对我来说 骑行是一种享受 因为骑行在路上的话 可以让你忘记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在路上 你什么都不用想 只是需要 思考 也不需要思考了 只是做一些 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踏着脚 踏着脚踏 然后你的 每走一步 就离目标越来越近 我想这个世界上 最简单明了的事情 就是骑行啊 因为 没了 因为你的付出 你所得到的 都是很直接明了的 只要你往前走一步 那就 离那个目标进一步 然后 这里 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你每走一步 前面都是传心的领域 都是没有踏进过的领域 都是传心的 嗯 好了 休息了一会儿了 然后 嗯 让小黑进去车里面坐一下吧 好啦 小黑 我们出发啦 嗯 你就坐在车里面 享受一下吧 现在小黑 坐起车来 比以前乖多了 不会想着伸个头出来 想着跳出来 还是乖乖的 正在坐在里面 啊 学会享受呢 小黑 好好坐一下 看看后面 都是我翻过的山 进隧道咯 进隧道咯 快要出口了 在隧道里面 其实感觉很紧张啊 因为那个车的声音在隧道不断的回响 那个声音会很大 就感觉那个车离自己很紧 赶快出隧道 哦 出来了 出来了 扩阳开朗啊 又是隧道了 这隧道没有路灯 进去里面会比较黑 但是还好 这个路口比较短 要赶快过去了 不然就很危险 哇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看 太黑了 太黑了 根本看不到路 只能看到远处的光 哎呀好紧张啊 我现在看到的路都是黑 黑乎乎的 哎呀哎呀哎呀 看不到路啊 xa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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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Rod 赶快赶快 赶快赶快赶快 唉 刚刚有些看看娃娃的地方 看不见 就很难把握那个平衡 好了 快到出口了 每次进隧道要是没有灯的话真的很紧张 因为在隧道里面没灯的话 那个路真的是看不到的 底下 所以要是遇到有些看看娃娃 就很危险 也害怕后面的汽车看 就是看不见我那就危险了 还好还好 出来了出来了 去厢明那边接了点水 然后给狗狗喝一下 可乐可乐 喝多点喝多点 喝完再休息一下 又停了下来休息了 又停了下来休息了 这个是个停车的瞭望台 小黑坐得舒服吗 娃娃还好吗 累不累啊 很精神的 下来吧 下来 上来走一下 看一下这边风景 如果天气 天气清朗的话还是挺漂亮的 不过这也是 所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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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柜 8 就是 这就是小黑跑 龙龙的话就不用关门 龙龙龙默不会跳出来 好嘜 出发了 终于出太阳了 一出太阳就感觉很暖喝了 不会那么冷 五门关前面可以停下来 吃饭休息 不起来先去吃个饭 添到肚子太累了 在饭馆这边停得下来 传菜餐厅了 进去吃饭了 爆炒肥肠 已经骑到了零下县了 零下县不是零下县 是零下县 然后我要在这里找金蚌寨银的地方 要可以挡雨了 先去找了 好了 天快黑了 我找到金蚌寨银的地方了 就是这里了 游瓦这头又是空楼 没啥人 这里还有草堆可以溜溜狗 挺好的 好了 已经把帐篷搭好了 然后今天起来还是蛮累的 然后现在马上准备狗狗吃的东西 今晚就吃这些 那个 肉罐头 狗粮 肥肠 肥肠米饭 里面有很多肥肠肉 然后 混在一起 给狗狗吃 再放鸡松柚 然后进去吃虫肠 来打牌 吃虫肠 那够多用了 够多用了 那碗的话 勺子没水洗 就用狗狗的石头 帮我 帮我洗干净这个 勺子吧 纯自然的一个 洗碗机 舔干净点啊 洗干净点啊 小黑 来来来 这边这边 再舔再舔 舔干净点啊 好了好了 吃吃吧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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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终于进帐篷了 进到帐篷就很暖 快快快 好 休息了 去吧